就这样我们的麦斯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呵呵 对别人而言是不归路 对老娘我而言 那不就是康庄大盗 迈开腿就能过的吗 想想我一步走来看 猫里奥 猫里奥3D版 还有各种坑爹的大冒险 这些客人的套路 我早就已经烂书于心了 今天的挑战半小时过五关 不能看攻略 啥子才看攻略好吗 玩游戏也是要靠脑子的 接下来就让我来混合 才是想不归路 走起 看起来就熟悉的滑风 不就是另一款大冒险吗 用屁股想都知道 这边会有个方块 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滋味 一般来说 这个云可能也有问题 稍微跳一下 真没事 这几个方块 算了 还吃吃看吧 怎么有只脚 是能让我变成大长腿吗 很明显 我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吃了会怎样 大家都明白我的心意吧 不管金币有没有 一心只想往前走 我去 我大意了啊 闪一下 这个管子我猜有危险 你们说是不是 快跳 保持警惕 任游戏策划费精心机 对我也只是雕虫小技 你们以为我会生气 那怎么 可能 跳上去 这里的危险 它已经飙出来了 距离这么近 我直接趁它不注意 把存档吃了再说 小跳过去 这个存档吃的有点坎坷啊 我去又大意了 这边的路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问题不大 什么情况 我去 那是什么 我猜应该是要直接跳过去 哎呀 完了 又要拜拜了 那条路好像不太对啊 我怎么卡住了 喂 卡Bug了吗 放我出去啊 退出的话就只能从头开始了 你敢信 气死了 真是浪费我时间 好的 我又来了 我球子又被卡住了 我听说话 这能怪我吗 原来底下的姿势是假的 你敢信 这家伙很跳啊 你能拿我怎么样 就这样 远远地等待这块跳板 就像我静静地等待你们的点赞 玩到这里心情还算愉快 因为马上就能结束这一关 看到公主了 搞定 跳到她的后面试试 没路走啊 原来如此 这次竟然那么好心提醒我 我信了你的鞋 我选困难吧 她说简单肯定不可能简单的 不是吧 我好像死了 能跳回去吗 行吧 那就走简单的路吧 不生气 我不生气 这家伙能踩 可是没路啊 能不能踩过去吗 这就叫游戏智商啊 同学们 这门是干啥的 原来是个传送门 上面那顶 我懂了 看我一个冲刺 nice 跳过去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没路了呢 我去 得亏我没动 我可不是反应慢啊 绝对是高丸的直觉 从这边上去 完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oh no 这个箭头应该有含义的吧 看老年我这探路能力 接着往前 跳一下 再跳 what 快 怎么没跳起来 这游戏手感有点滑啊 我去 怎么又没跳起来 原来跳的肩货箭 这个在大帽鞋里也见过 骗不了我的 好气啊 小跳过去 ok 哇 我怎么变那么重 我好像是无敌的 谁都拦不住我 你感谢 我去 我刚说完怎么就死了 这关咋玩的 这不是我吗 看来是要保护他啊 我懂了 都走开 不许伤害他 就让我为你铲除一切 我去 这次我全情干净了 有没有感觉到满满的男友力啊 原来这边还有路 我把你顶过去 感动不 这次不会有问题了 看我容易嘛 为了这段情侣 我付出了太多 最后却还是个电灯泡 这游戏我以前玩过啊 这些字是可以推的 我们把水管变成能推的 就可以出去了 然后把这些都推走 就随便过了 轻松 这关啥意思啊 坦克大战你敢信 啊 老娘我的童年啊 你们就看我大杀特杀了 过去 怎么没时间了 必须赶紧冲上去 看我打炸你们 这一关的时间也太赶了吧 我过去都要好久了 直觉告诉我 不是这样玩的 这可是我的童年 过不去岂不是很尴尬 呦吼 这家伙还跟我对居 我赶时间的好了 没理由啊 what 我去 原来如此 这关其实在大冒险里也有 走到边上来直接打这里 哎呀 亏我打了那么久 哎 没想到今天打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呢 是太久没有玩这类游戏 有点生疏了 喜欢看看电影游戏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赞哦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 也欢迎频道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